大家能看得清楚啊 交杆还是有的 有有有有 那 冰冰兔兔的啊 这种料子你买来开床本来就是包涨的 你是没有给别人留空间 唯一留的空间就是切的空间 那我切可能伴随着风险 你比如说你只开这么一点 它能卖到这么贵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刀 正准备出去吃饭 然后一个小货主给我打电话 跟我说他有一块冰料 因为他平时料子也比较少 那不看来又不太好啊 那我们一起在这等一下 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冰料 大哥 大哥 你是人没到 声音到了 哎呀大明星 来来来来 我拿过来 拿过来 看一下我的鸟子 大大的鸟 大哥 等你看一下 我饭都还没吃啊 小黑 哎呀 你等一下出马明眼了 你看嘛 先看我的鸟子 你看完我的鸟子就不需要吃饭了 你的已经饱了 好吧 你看一下 中水嘎嘎好了 大哥 也厚姜 来来 送桌一路换 大哥 去边做 好吧 像这种厚姜啊 我跟你讲 其实因为玩料子啊 大家应该也清楚 不失敞口 不玩原始啊 这个料子呢 它是一个厚姜的料子 那我们也清楚 厚姜啊 很少能够有 两公斤往上啊 大料子 那这个料子不用说啊 肯定是不止两公斤的 然后这个料子呢 看一下啊 我们一起看一下吧 好吧 看一下 看一下 这料子呢 它这一面是它的一个正面啊 它属于一个满面开窗了 基本上 对吧 可以说是满面开窗 然后这个呢 是它的侧面 它的侧面呢 厚度啊 手着位的厚度呢 是已经开出来了 然后还有 这个侧面 那这个侧面呢 也是已经开完了啊 看到没有 开窗窗啊 开窗窗位 大大的那个 一天都行都没有 厚姜我们都知道啊 起后来它会翻肿水色啊 我们一起来压灯 看一下这个料子吧 看一下 大哥 我们先打侧光灯来看 这个料子呢 它的肉质 小黑啊 下次你料子稍微清洗一下了 你看了 哎呀 大哥 我们也没有去天哪里嘛 大哥 我们也好好好 下次的话 你分享 好吧 那我们打侧光灯来看 看到没有 肉质呢 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胶感啊 看一下 然后呢 这个料子呢 大面积开窗 我们打侧光灯来看啊 是没有看到明显的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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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知道 打侧光灯 更容易看绵章 烈血啊 都是没有看到的 我现在是打着侧光灯啊 等一下 我们再打灯看啊 没有看到明显的烈啊 大面积开窗 OK 我们现在压灯啊 啊 目前来看啊 大家能看得清楚 啊 交感还是有的 那看到没有 冰冰兔兔兔的啊 但是是一个白白冰啊 也不对啊 他这有颜色 说的嘛 没嘛 这里有一个软面的 这里有情敌啊 嗯 看一下 这里是有情敌的 这个料子 哎 看全部也大了 这边也有颜色 对 就是一六块了 料子也够大的 你看 是不是像 哦 我知道了 那我们这样看就看得清楚了 一堆 一边是白冰 一边是青底 对 这种料子是什么 我给你们讲一下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白底青啊 大面积开窗没有看到烈 这是一个玩白底青的料子 白底青现在 这两年啊 这两年还是炒的比较热啊 因为白底青手拙嘛 得到市场比较喜翻啊 所以呢 现在白底青价格也还好 OK 怎么说大哥 吸不吸完 看完嘛 哎 你慢慢的看 这个是他的一个背面啊 那厚姜的皮革就是薄嘛 对吧 打哪里都有表现 好吧 压登表现是还可以的 说了吗 我得要怎样 也是一样的啊 局部压登下去是有底色的 没毛病啊 白底青啊 白底青的料子 其实像白底青的话 像这种级别的一条手拙的话 现在应该到中网啊 没有有有有 没有了 一条手拙应该就在中网 我们要到大弯 各大弯到的嘛 真的 手拙门一路放在大弯 大圈口的话 一面两个 三档四片 八个手拙位 对 有有 有 手拙位是八个啊 说了吧 但是说 不是说一定能出来八个啊 多少钱挑一 加购 加购我不交加购好吧 给你一扣加大为 十八万的 牛大了 十八万 18万了 对 谢谢大家的家人 是不是 你也是到哪里面的 所以说你为什么经常没有好料子 因为你不会赚钱 所以你没有好料子 哎呀 大哥 你说这种话 我哪里不会赚钱呀 大哥 我不赚钱 大哥 叫通优家才给你的 你看嘛 没有 你像这种料子 你报到市场上去 你跟别人讲18万 别人理都不理你 哎呀 你说这种话 我跟你讲 卖料子 我给你教一下你 真的 我们也认识这么久了 做生意 你记住一个点 第一 要讲究诚信 这是肯定的 对吧 没有诚信就没有生意 对不对 第二 不要想着一口吃成胖子 那是不可能的 你不要想着这一个料子 你要赚多少钱 而是每个料子都要赚一点 明白吧 有道理 没毛病吧 没毛病 这个料子 我故想 也就是最多最多 也就是个中万到大万的料子 你跟我报个六位秀出来 你说合理 哎呀 大哥 料子大了 我家那下面 有个两百多公斤的 他都不要十八万 料子大有什么用 但是中处也好呢 中处也好 你说这种料子去赌什么 没眼了 不需要赌什么都不要赌 没眼了 不是啊 我是说他是补什么 比如说牌子啊 柱子啊 手桌啊 还是赌什么 当然是手桌呀 手桌一路换的 这种料子是补手桌的 对呀 那你给十八万的一个价格 我啪啪啪把它切了 手桌没出来 我要亏多少钱 你有没有算 哎呀 但是开窗部位没有力吗 开窗部位没有力 你能保证里面没有力吗 那我不报警了 那两命 所以说你要去按手桌架打架 可以 我记得一个手桌差不多合情合理 虽然说你开了这么大的窗 但它里面依然是伴随着风险 对不对 而且这种料子 你又是老玩家 你也知道 像这种料子你买来开窗 本来就是包涨的 你是没有给别人留空间 唯一留的空间就是切的空间 那我切可能伴随着风险 你比如说你只开这么一点 它能卖到这么贵吗 卖不到 那我可以自己也可以开啊 对不对 所以说你开这么大窗 跟开小窗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种料子也不好谈 我知道 因为你开窗窃的发 老朋友了好吧 那就我也不照价了 给你一个家到位 9万的有多少 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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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不照价了 9万 谢谢大家的卖家了 真的 小伙子都已经拿开了 5万块钱 嗯 我还是觉得贵的 哎呀 带哥 9万 哪里贵呀 我给你5万块钱 5万 5万了 这么大的 看全部也没有你们 加一点花样 5万了 我给你讲 翡翠啊 它不看大小 看品质 我知道 我的品质也哪里差呢 我不差吧 品质是不差 但是它就只是个白铁金 你也不要说5万了 8万 8万的油炸 我也不是说9万了好吧 8万 你一万一万的减 有什么意思 但你也给我加一点 你堵斗的账 几 leading 어떠 donc 你给我加 一口到位 对 堵斗的账 大胖 这个啦ァ 这片都没有看到咧 对 我找这个夹子 但是厚江这个敞口它要顽劣啊 我知道啊 对不对 嗯 然后这样打灯啊 这个料子这里还有点淡淡的春 那如果说这个春来抛光之后翻射 那可能呢 在自然光下我们是可以看到春的 但是这个春我们要忽略不计啊 如果你按春料给它去谈 这个料子就跪得吓人了 知道吗 然后这边情敌是正确的 这样吧 你爽快我不磨叽 真的我饭都没吃 我在这里等着你的 我再给你最后一口家 要能卖你放这里 好好给啊 好好好 都说嘛大哥都说嘛 我给你再加一万块钱 六万 加一万 实实在在加了 你觉得行 你放在这里 你要觉得不行 这样吧大哥 你也加了好吧 实实在在那 你直接就给我加了一万了 不加一千两千的好吧 我也看到你的情了 大哥来 不都说 六万就六万 老朋友给你个面子 卖 来来来 六万块钱 可以 现金啊大哥 现金啊 对啊 美金金 这个料子啊 六万块钱 一个大面积 三面啊 除了它的背面没开窗 然后这三面都是有开窗的 那它的开窗的厚度呢 手头位的厚度是有 胶感是有 这个料子它不像木辣 去堵内化啊 这个料子是要堵裂的 知道吗 每一块料子 它的堵法 玩性都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 这块料子是木辣的 然后这么大面积的开窗 价格又不一样了 哪怕是一模一样的表现 但是价格不一样 因为它是玩内化 这个是玩裂 裂跟内化 它们的价值 包括它们的风险 都是不一样的 知道吗 这个料子 应该是全身不变种的 因为刚刚已经压灯看了啊 那这个料子要堵什么 堵它的一个 内部的一个裂 那如果说这个料子 能出个七八条手镯 那不用讲 肯定是飞起 那当然 能出一条手镯 你不会亏 就这么简单 那如果说出不了 只能打猪子 或者说牌子 那是肯定要亏的 但是也亏不完啊 这地方有点祸 好吧 所以说一个中万的价格 玩一下 OK 那我们今天呢 先记录到这里 有喜欢刀哥的 或者说想了解 更多翡翠专员知识的 点赞观众 加留言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